吴宁朗 明明桑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1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一开始带你来关心 在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 一度使花莲的文旦产量是过剩 那么在花莲县政府瑞穗香农会 和地方企业吸手的合作之下呢 当时为幼农心血找到出路 推出了文旦的吸手乳 吸碗金 那么如今疫情缺缓了 配合近年县政府推动精品农业 和地方创生理念 再推出包含文旦精油 文旦香氛蜡烛等等的商品 期盼为花莲的农业 再创更多永续循环的价值 支持花莲在地品牌买就对了 花莲县府近年积极推动农业价值品质提升 希望透过农业转型升级 为花莲带来更多经济效益和就业机会 在去年9月 花莲在地品牌文旦复兴和瑞瑞香农会 签署文旦又已经有采购加工契约 拓展花莲文旦又多元利用 49日举行产品发表 宣告文旦精油的问世 谢谢农会想方设法 对于我们农友在 在煤在种的技术上 还有行销上 对于农友最大的支持 而我要更谢谢 这个瑞希兄 他永远有用不完的热情 还有点子 创新不断的希望 地产地消地用 所以无论是他的古辣品牌 都跟花莲县的所有的农友 来做在地的结合 这是一个对于永续是最支持的 而且最符合我们现在的 无论是PSP或者是 我们的这个静零碳牌 用在地用当地 而且跟我们整个农友 成为一个产业链 成为一个生态 经济的生态性 在这里也要跟大家说 买就对了 支持农友我们就要买 我们就要买这些产品 让我们农友的收益 不受到我们很多的天后的关系 或者不受到盛产而卖不出去 因为遇到了疫情 那我们就想说 哇疫情来了 我们能不能做出什么样的产品 来做防疫 那也因为我们了解 蚊蛋的精油它有很好的气味之外 它也有很好的清洁作用 因为我们都知道 柑橘类本来就是做很多 清洁用品的原料 那蚊蛋就是柑橘类 所以当然在疫情的时候 我们就去做了很多洗手乳 洗碗精 甚至干洗手 还有花莲因为有小黑纹 我们也做了这个防蚊液 那也做了更多款的手工造 也因为这样就做了 很多的花莲农产品 都把它做到这些生活用品 那最后我们发现这些东西 还可以藉由精油来改善我们的心情 然后我们就要做成香氛 那也跟花莲的一些 大理食业者来开发一些香氛的使用 让我们这些蚊蛋的精油 有更多的可能 那当然我认为将来花莲的蚊蛋 从这里开始 一定会有更多人来一起开发 那蚊蛋的使用就会变得更土极 延续花莲蚊蛋又的美好 在地企业的成功研发 瑞穗香农会的想方设法 让农友辛勤丰收的成果发挥最大产值 将幼农的辛苦成功转型创造新价值 让过季抛弃能物尽其用 让季节限定成为永续经营 现场并展示众多精油制成的 蚊蛋又加工品 包含吸收乳 食碗金 鞋 慕死防瘟液 及香氛蜡烛等 期盼鼓励民众踊跃购买 用行动支持在地小农 记者长 宝宝华女士报导 包含